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裴洛西的故事 来看看裴洛西究竟是谁 现年82岁的裴洛西 她被形容是美国当今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我们就先来细数她的过往 还有一些相关的喜好 可以看到裴洛西是美国史上第一位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女性 那么她出生在巴尔地摩,爱吃巧克力 而且是在一个意大利裔的政治世家成长 她的父亲当过议员,也当过市长 从政经历多达数十年 但是裴洛西虽然从小耳目入目染 但是并非一开始就从政 在47岁参选议员之前 她当了24年的家庭主妇 总共是有5个孩子 所以她是一位无宝妈 但是也培养了她有活力、有效率的个性 那么除了在政治斡旋能力、优异之外 她的EQ也备受称赞 也就是她非常会穿搭 那么事实上,裴洛西正是已对中国大陆强硬 开启政治的生涯 我们就来看到在天安门事件 两年之后的1991年9月 当时还是新科国会议员的裴洛西 亲自前往中国大陆 就这么拉着抗议步调表达对民主斗士的支持 那么这一次访台与否备受外界的瞩目 而美联社更认为裴洛西访台计划 其实受到了国会跨党派的支持 而且某种程度上将左右美国的外交 如果裴洛西确定访台 也将可能会是她的政治生涯巅峰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